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围棋课堂 我是段荣 从今天开始呢 我为大家介绍这个围棋艳语与实战这个栏目 最近这一些期的栏目呢 我们为大家介绍的内容都出自一本书 这本书的名字叫做《一里只归续编》 那么这本书的作者呢是清朝的一位大国手 他叫诗乡夏 是当年呢是跟范锡萍两位 在清朝的时候两位国手是齐鸣的 那么他们最有名的对军呢 就是当湖时局 也可以说代表了中国古旗的一个巅峰之作 那么他在他的著作《一里只归续编》里面呢 有一篇《繁育要处总绝》 这里面呢 讲解了很多夏棋的很深刻的棋礼 虽然说年代很久远了 已经是清朝的国手 但是呢 毕竟是一代国手 这个他一些对于围棋的深刻的理解 一直到今天呢 都是值得我们去借鉴 而且呢 虽然说古旗跟现代旗的下法呢 有很多的不同 但从根本上来说呢 都是需要对旗有深刻的理解 或者说 而且呢 对这个形式有良好的判断 所以 虽然说是很多年前的著作 但是对于我们现在来讲 都是有一定的参考的意义 或者说指导的意义 至于说 有的旗有可能会 有这样的争论 比方说古代的国手 他们究竟水平有多高 有的呢 说呢 是非常的高 比现在的世界冠军呢 在这个战斗力方面还要强 有的呢 说根本下法不一样 当然这个官公占秦琼这种 这种来对比的话 我们也没有办法得出一个 明确的结论 但是呢 从他们的 就不管说当乎时局也好 或者就从这个 繁育要处总决 这篇文章看来呢 古代的旗 就是说像诗乡夏和范锡萍 两位这样的国手来说 他们不但是战斗力是超群 而且对于其的理解呢 也是非常的深刻的 那么从今天开始 那么我们 我就和大家一起来学习 这个繁育要处总决里面的一些 祈礼 这些 这些就是 著作里面的有一些 常用的这些词句呢 都被后面 后人所这个 广为流传 形成了就是 一些 比方说 起手巨鞭语啊 入府真正面 利亚拆三 这样的 都是 可能我们很小的时候 老师将我们下棋的时候 都已经就开始学习了 比方说什么 七子研编火野书 这都是非常有名的 围棋谚语 今天主要为大家讲解的呢 就是 这个繁育要处总决的第一条 起手巨鞭语 那么 不管我们在初学围棋的时候 大家一般来说 都会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学会围棋规则之后呢 就会想 面对一个空旷的棋盘 第一手 究竟应该往哪下 这个 起手巨鞭语 这条 格言呢 就很明确地告诉我们 往这个脚上和边上 一开始 这样去落子呢 效率是 会更高一些 像我们通俗地讲 也有 一个 很有名的奇言 叫做 金脚银边草肚皮 就是说 它脚上的价值呢 相当于是黄金 那么 边上呢 它的价值呢 就是类似于白银这样的 中腐 所谓的草肚皮 就是 中腐没什么价值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可以说 有两条理由 第一条呢 首先 我们把棋子 下在脚上的话 它是 最容易 做活的 大家都知道 效尾器要做活呢 必须要得有两个眼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 作为一个绝对的活旗 它必须 必须所使用的旗子 在脚上呢 123456 用六个子 可以摆出一块旗 是绝对的活旗 那么在边上呢 就比较费劲一些 边上要做活一块旗 它需要八个字 在中间就更难了 也就是说 在中间 要摆出一块绝对的活旗 哪怕白旗 把你团团包围住 也没有办法 把这块旗 给它吃掉 从旗盘上 给它拿起来的话 在中间需要十个子 那么很直观的 就可以看出来 在脚上下旗 它最容易活 当然下围棋呢 它不是只是为了做活 下围棋呢 是要以双方 唯控的多少来决定胜负 但是呢 唯控的前提条件也是 你旗子呢 必须得先在旗盘上生存 能够生存下去的话 你才能够发展 发展起来为更多的空 所以呢 这个 旗子下在脚上 它是最容易做活 最容易生存的一个地方 只有把这个根基打好 先活下来 下一步呢 我们再可以谈发展 我们再看看这个 关于边和角 以及中辅 它围棋空来 实际的效率更高一些 在这里呢 给大家摆的都是 非常简单的一些 最直观的图 这一块呢 可以称作黑棋的空 那么黑棋用了四五六七个子呢 围住了九木棋 我们看看在边上 要想围住九木棋的话 需要多少个棋子 同样是围住九木棋的实地 在边上呢 它需要四个八个 十一个棋子 那么在 比在脚上围空的 就要拦得多 这个呢也很直观 由于这两边呢 都是棋盘的边缘 黑棋在脚上围空 只需要建造这两部墙 两面墙就可以 而在边上围空呢 可以说这边是有靠山的 但是呢 只有一面有靠山 所以需要建造三面墙 那么当然在中间 可想而知 它需要在四面八方 都要设防 这样围育圈起来呢 才可以团团地围住 这块确保是一块实地 那么我们可以计算一下 如果在中间 要想围到这九木棋的话 这就是一件 可以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因为下围棋呢 是一人走一步 中间你要想去围空 四面都要设防的话 那么即使你建造了三面墙 如果一旦有一边被对方突破的话 那也可能是前功尽弃 中间要围住这九木棋 需要十六个棋子 是比较困难 所以无论从棋子 它在棋盘上生存 或者说是去围空 围更多的空 去发展 这两个角度来说呢 价值最大的 就是角 其次呢是边 所以我们通常俗语所说的 金角迎边草肚皮 或者说是 棋手拒边语 它的理论的基础就是这样 作为一个生存和发展的考虑 脚上的价值是最大的 所以呢 现代棋 一般来说 棋盘上呢有四个角 双方呢 一开始都是要抢先占据脚步 那么占脚的方法呢 现在通常最常见的呢 有这么几种 心卫 小木 三三 这个数过来三个 这来数过来也是三个 所以叫三三 还有就是在 日本早期的棋里面 比较常见的下方呢 也是有这个叫木外 高木 这样的几种方法 是站脚的一种 几种常见的下方 现在来讲呢 站高木或者说木外的对局呢 在现代棋的对局当中不是很常见 因为毕竟它可以说 这个子呢 离边上比较近 对于这个占据脚地来说呢 没有什么优势 外棋比方说往这一带 或者说三三 这样去进入的话呢 要可以夺取脚步 应该不是什么很难的事情 对于这个占据脚地来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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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白棋呢不可能再在脚上去活一块棋了 所以呢 这个脚上的实地呢 可以说完全就归黑棋左右 但是呢 它的 也有它的弱点 它的弱点呢 就是它的位置比较低 将来在作战的时候呢 虽然说是捞空捞得很扎实 但是不利于往中间去发展 那么再一个呢 是四路的新位 新位的话 它比三三就更面向中间 将来的发展 将来的发展性可能也是不错 而且呢 作战起来呢 位置高一些 比三三有一定的优势 但是它不利之处呢 这个脚 并不能说黑棋就这样守住 白棋往三三一放呢 要想把这个脚控夺取啊 活一块棋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即使黑棋再花一手去防守 守脚控 白棋依然可以从这边的二路呢 侵入进去 这个脚地呢 不是特别完整 小木呢 介于新和三三之间 它也可以说是一种比较中庸的选择 小木呢 守脚地也是守得比较牢的 将来如果再发展一下 这样的棋型呢 叫做无忧脚 守住无忧脚之后 这个脚上的实定呢 基本上就可以确定归黑棋所有了 白棋想要在里边 想要折腾折腾去做活的话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白棋要在脚上做活呢 是很困难的 所以这样的脚 小木加一个小飞 这样的脚叫无忧脚 对于这个守脚控来说 它是守得比较稳当 效率也比较高的 我们下棋的时候呢 也要注意一个问题 就是尽量要用 尽量要用少的棋子 去围多的空 这也是下棋的一个原则 当然比方说 手脚守在这儿 那更稳当 但是呢 围空就不如 这样围得多 那么如果守得很远 很希望这里都能成为黑棋的实地 但是呢 白棋这样进入呢 很显然黑棋 是不可能把它吃掉 好的 那么我们刚才介绍了几种 比较常见的 手脚控的方法 当然 就小木来说呢 他如果想把这个脚地守住 也不仅仅是只有 这个无忧脚一种方法 下棋呢 这个有各种各样的下法 都是 怎么说呢 有很多下法都是各有利弊 要根据局面的需要来选择 比方说单关脚 总之棋子如果下载四路的话 对于手控就不如三路那么 牢靠 白棋将来这里有紫的话 往里一飞 这个很显然这个实地上 跟无忧脚相比呢 黑棋是亏损了一些实地 但是呢 它下载四路的好处呢 是往中间发展比较有利一些 比方说这样的单关脚的话 将来从这一边发展过来啊 可能在边上能够形成更大规模的 这样一种正式 那么比方说大飞脚也是一种很常见的 所角控的方法 但是呢 大飞脚如果这个脚 全都归黑其所有的话 很显然比这个无忧脚 它又多为了两步棋 大了一路 但是呢 这个大一路也有它的弱点 就是它不那么稳固 不那么牢靠 白棋比方说 强行入侵的时候呢 它做活起来 就相对来说要容易一些 脚里面空间比较大 所以它要活一块棋 不是太困难 当然也并不是说 就因为白棋可以在里面 在里面 比如说侵入进去 有可能做活 就一定说这个大飞脚 就不如无忧脚 这一切呢 还是要根据全局的需要来选择 至于腥味呢 它如果从这个手控的角度上来说 应该说是明显是不如无忧脚这样守得牢 因为无忧脚的话 十一目左右 可以说归黑棋左右 腥味如果也是相同的棋型 白棋在这里入侵 黑棋拿这个子呢 可以说要想吃掉它是不可能的 那么很显然脚地就要受一些损失 甚至白棋在 某些场合下 当然这个跟打结有关系 需要结材有利 直接把脚地夺取也是有可能的 但腥味也有它的优势 它也许就不必拘留于去守住脚地 而是可以很快速的就朝边上发展 我们刚才说这个脚上的价值呢 它就像这个黄金一样珍贵 但是双方站完脚之后呢 通常骑上一人下一步 每人站完两个脚之后呢 就需要开始向边上推进 因为毕竟这个边也是双方发展的一个必争之地 向边上推进的过程当中呢 腥味它也有一些速度快的优势 那么我们现代的布局呢 一般来说就是先占据脚步 然后呢向边上发展 总之边和脚呢都是为了打好一个基础 把这个基础打牢固了之后 再慢慢的往中间去推进 并不是说中间就是真正的草肚皮 没有什么像稻草一样 没什么价值 其实在这个边角的根基打好了之后 慢慢的往中间发展了 中斧啊 也是一个很广阔的天地 有它其实可以说中斧的魅力 对于像对于边角来说呢 它不确定性更大 而且呢像比方说 喜欢爱好围棋 时间比较长的棋迷朋友 大家应该都知道 日本有一位武功正术九段 他就是很喜欢在中府一带为大控 他的棋呢 有一个很好听的一个 称号叫做宇宙流 它不距离于边边角角 而是先从边角往中间发展的 它相对来说 想方设法很高效率的在中府为控 但总的来说 一般来说下棋啊 总是脱离不了这个 先站脚 再去边上发展 然后再往中间推进 这样一种原则 那么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了 为什么要先从边角开始 也说了一些站脚和往边站脚的一些常见方法 那么站完脚之后呢 通常来讲 往边上去开拆 这样的棋型 也是在对局当中要比较常用到 比方说这个无油脚加上两边开拆 这样呢 就是叫做两翼展开 以脚为根据 从两边发展 这样也是一种很好的棋型 那么我们现在就给大家用一些现代维系当中的常见布局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棋手巨边语 这句谚语 比方说黑棋先下星 然后下小木 白棋是二连星 这个呢是最近的对局当中也是比较常见的 高手是经常这么下 黑棋呢 站完脚之后 连片 两边连起来呢 在这一带构成一个比较有规模的阵势 这叫中国流 那么白棋呢 比方说这里挂脚 开始的时候呢 一般要注意 在对手先占据了脚之后 不要轻易的去离对手下这种轻易的力 下这种离对手太近的气 这样的话容易遭到很强烈的反击 因为这个道理呢 其实也很简单 对手已经在这稳稳当当的安营扎寨了 现在已经做好准备 排开正式等这里来了 如果一头冲过去的话 很显然对方是以意待劳 自己一下冲过去离对方太近的话 容易陷入一种不利的地位 所以呢 就是保持一定的距离 像这样的挂脚 保持一定的距离 同时呢 也起到一个 限制对方发展的作用 黑棋呢 跳 这个都是 这个都是一个 基本的定势 大家也可以从这种定势当中 体会到双方 并不是一开始就扭杀 而是先都站稳脚跟 黑棋也挂脚 白棋小飞 黑棋拆 大致就是说先站脚 之后呢 往边上发展 白棋呢 也当然不太愿意这么认 黑棋就这么一步一步的扩大起来 所以呢 白棋需要进入 这个呢也是对于小木来说 它叫一键高挂 嗯 这一类的可以说是 大致这个框架吧 嗯 现在的布局呢 虽然千变万化 但是基本上脱离不了 这样一个框架 先以边角为根基 慢慢地从这个边角发展到中央 如果对手一直直直不离的话 这个 啊 自己的控制越做越大 嗯 就 棋子效率高的话 啊 就可以取得胜利 刚才呢 我们也给大家简单介绍了一些 这个 基本定势 所谓定势呢 也是跟我们 呃 和大家介绍的这种棋验一样 是在 嗯 很多 呃 可以说很多代 历代的棋手 根据 在下棋的一些经验 总结出来的一些 在局部上比较好的下法 呃 我们当然不必拘离于这些定势 但是呢 通过学习定势 或者学习棋验 呃 能够对我们 就是说 呃 去理解 对棋有更深的理解 呃 理解前辈 为什么这么下 它是有一定好处的 那么再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个呃 另外一个常见布局 小木 来写新位 这个呢叫错小木 它的位置呢 不在一条平行线上是错开的 之后呢 无油角 相比新位的布局呢 呃 手无油角的话 它的优势是 稳稳当当的守住脚地 但是呢 两步棋都下在脚上 如果直接拆边 比方说新位直接开拆 它没有守住明确的实地 但是呢 速度很快 将来发展起来 它的脚步很快 手无油角 之后呢 白棋在这一代限制黑棋 发展 黑棋这个拖也是一个常见定势 它目的呢 也很简单 就是夺取脚地 黑棋呢 在脚上取得了很可观的实地 大概有15摩左右 那么白棋 在这里开拆 白棋呢 在边上呢 也走出一块棋 就是取得了安定 那么黑棋 比方说在这里简单的分头 把白棋两边的分开 因为在这里如果被白棋占据的话呢 两个脚之间连片了之后 在这一代呢 白棋将来有可能 呃 成比较大规模的空 而且呢 对于中间来说 也是很有发展 所以 分头 这个手脚 先 当然先是站脚 站完呢 手脚 然后 呃 如果限制对方 发展的话 挂脚 或者说分头 呃 对于分开 分开对方两边 这个 心味的这种呢 叫分头 自己去发展呢 比方说这样 这个开拆 呃 这些 从脚上 往边上发展 呃 黑棋分头了之后 比方说白棋 要对这个子 呃 施加一些压力 那么他 逼住 开始进攻 黑棋呢 拆二 稳稳当当的呢 在这里 做出一块根据地 呃 基本上的 布局的 原则呢 大致就是这样 呃 从脚步 往边上发展 之后呢 呃 限制对方的 发展 嗯 大概打下一个 布局的基础之后呢 双方再开始 呃 根据这个局面的需要呢 往中府去 发展 嗯 或者说 呃 这个当然 其实呢 随着 这个棋子一步一步的下下去呢 局面就有 会有千变万化了 嗯 就会出现 一些比方说 呃 厚或者薄 嗯 强或者弱 呃 这这一些概念 那么我们将会在 呃 以后的节目当中呢 给大家 呃 做这方面的介绍 总之 这个下棋呢 起手 巨边语 就是啊 从脚边 开始 往中间发展 嗯 站稳根基 引逸代劳 是一个 下棋的 大原则 啊 好的 这一期节目呢 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 lowest laser revealed 是 要 有人 一些 有 优优 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